你我 你我 周大爷 周大爷 打死你我 不可能啊 你是不是觉得第一次 山儿和老爷的血 为什么不能相容啊 我告诉你 我儿子安迪杨 就一个毛病随他爹 那就是 鼻子 特别灵 滴血认亲的晚 被他用盐醋擦过 管家 要知道 生血见盐醋 肯定会融合在一起 你动了手脚的那只碗 早就被我调换了 这一千滴血认亲 都是他做的手脚啊 旁管家 你要不要跟我们讲一下 你跟三一太的故事 不要逼我动刑哦 把孩子带下去 旁管家 难道你不想跟我们说说 你跟三一太的事情吗 那时候 三一太刚刚进府 大少爷心灰意冷 外出有血 老爷又忙于公事 无暇顾及 三太太在府里 非常地受宠 大太太和二太太 就经常欺负她 打她 事后 她也不敢吱声 她其实 一直没做过什么坏事啊 她又孤苦伶仃一个人 我便时常给她送些伤药和补药 那时候 她经常说自己过得太苦 不想再在世上勾活 我见她可怜 便每每去安慰她 好 后来 或许是她感激我 也可能是 她实在一个人很孤单 她和我在一起了 所以 你们后来就有了小山 我这半辈子 从来就没经历过什么好的事情 善儿小的时候 我经常去偷偷地看他们娘俩 我就看见 善儿在她的小床上 笑着 两只小手 在半空抓着 我站在门口看着 就好像是我也能抓住 曾经错过的那些好的东西 可是你还是起了恶念 不久 大少爷回来了 他从没对我那样笑我 我一开始是妒忌 后来我想明白了 我不需要这些 我只需要善儿以后能好好活着 为了善儿 为了他能继承周家的家业 我必须要除掉大少爷 我给了三姨太一包毒药 让他找机会杀了大少爷 他不想下手 说要告关将我抓起来 他以为我看不出 他对大少爷还有情 所以你就想 留着他始终是一个祸害 不知道哪一天他为了大少爷 就会烦捅你一刀 还不如把他干掉算了 你不要以为你只交代了一个 杀人未遂的案子 那我就能放过你 你开始给三姨太吃了迷药 想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他逼疯 结果没想到他没有发疯 竟然泛起了花痴 你没有办法 只好把他给勒死 然后假装他自己上吊自杀的样子 我没有 那天我在大太太房间 就谈了白天的事 中间我去了一趟茅房 就再也没离开那个房间 不信你问大太太和二太太 他们可以为我作证啊 好 那我问你 那天你是不是为了躲 饭花痴的三姨太 而割破了手指 然后包了起来 是 那我再问你 三姨太的窗户纸 是不是你换呢 是他贴身的丫鬟和家谱 你没有贴吗 没有 那种事 我向来不会亲手去做的 我只是负责 府里的人员调动 和老爷的起居 好 你既然没有贴窗户纸 也没有换窗户纸 那我问你 三姨太窗户纸上的手印子 为什么是你的 那天 你杀完人钻出来 重新糊窗户的时候 留下了这些浅灰色的手印 但窗纸上的这些纸纹中 在食指的位置 指印是没有纹路的 对 你说的没错 三姨太是我杀的 是她逼我的 她要告发我 为了善儿 我必须让她死 好 交代得好 不过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 当晚二姨太他们听到 打五更的时候 就回去休息了 其实不是五更 应该是四更 来 走 走 走 爹 快 叔叔 我让你去抓人 又没让你暴力执法 我没穿棍服 这小子废出我是伙父 我一上火就打他 他也打我 你别说这小子劲儿还真大 东风 我问你 你认识这个人吗 我问你 三姨太死的当天 庞管家有找过你吗 我记得 那天 他 给了我一两银子 让我们 提前打更 四更 五更 提前了多久 提前了 一更 那也就是说 当天打五更的时候 其实才四更 那就对上了 根据我的判断 三姨太死的当天晚上 应该是四更零十分 你跟大奶奶和二姨 一泰聊完天 各自散去回房间休息的时间 应该是四更 可是你让更夫提前打到了五更 是为了证明 你没有作案的时间对吗 我就是想让他们早点回去休息 因为过了五更 天就亮了 到那时候 我就不容易下手杀人了 大人 我问完了 畜生 来人 那个畜生 给我打下去 滚 老爷 放过山儿吧 老爷 队长 你是怎么怀疑到跑管家的 其实一开始我也没有怀疑到他 因为他不符合作案的时间 可是 他对山儿的态度 让我不得不怀疑他 当他得知山儿被人下毒的时候 你们看他对山儿的态度 根本就不像一个管家 更像一个父亲 小少爷是中了毒 砒霜之毒 小少爷病得这么严重 赶紧请个名医给他治疗啊 而得知 是被二姨太下毒的时候 你们看他那个凶狠 你们看他那个凶狠 不是一般的 是我 是我指使他干的 打胆 上家法 老爷 老爷 别打了 老爷 还真是 执行家法的时候 差点把二姨太给打死 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 我觉得问题应该出在耕夫的身上 所以我就找了你爹 去调查了耕夫 所以 才确定了此事 哥 你说周知府 该如何处置二姨太和吕氏 还有小沙 希望可以善待他们吧 是 队长 队长 按照你的吩咐 搜查了庞管家的房间 发现了这个 这个应该就是庞管家的治患药 哥 周知府要把二姨太和吕氏进猪笼 什么 老爷 你们这些东西 老爷你饶了我 饶了你了 老爷 知府大人 你这是为何 快起来 起来 这二人毒害幼子 其罪当猪啊 杨公子 杨公子你醒醒后 你劝劝老爷吧 饶了我这条命吧 饶公子 杨公子 求求请吧 你跟老爷求求请吧 饶命啊 知府大人 我知道这是您的家事 请允许我多聚罪 这二姨太 终究未能上及小少爷的性命 至于这吕氏 也是受他人拆解 罪不当死 既然人尽命 不处死他们 不禁奔贵心头之怒 知府大人 人并无贵贱 他们终究是人啊 你何尝把他们当作一个正常人来看待我 你何尝给过他们一个人应有的尊严 他们是你的家人 他们固然有罪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他们只不过是你们家庭利益纷争的牺牲品而已 三姨太是这样 庞管家是这样 二姨太是这样 吕氏自然也是这样 知府大人 你不能善待枕边人 怎么能善待百姓 何足以立威 你可曾想过 罢了罢了 就饶了你二人一命 来人 给他们些三岁银两 送乡下养老去吧 知府大人 恕我再多一句嘴 你看 能不能把小山 就交给二姨太 和吕氏来抚养 孩子 终究少不孤独 好吧 我要堵堵谢谢前职啊 帮知府大人家破了爱 这对我将来升迁 毕丽大有好处 可赢的案子到现在 还没有一个着落呢 你还是戴罪之身 你就想着升迁的事了 我一下子站得高 看得远 好高啊你 队长哥 师弟 你 最近我在这个官府身宅大院里面 待得太久了 我一天都不想待了 憋死我了 队长 看来你更适合这市井生活 这才叫做生活的真谛 凡谱归真 天晴色等烟雨 煎饼果子 对这儿我 煎饼果子 你是不是煎饼果子 你是不是又被鬼上身了呀 哇煎饼果子 几位公子啊 正宗山东煎饼果子 保证你吃一套香凉套 来煎饼果子来一套 好嘞 这汗冷的冬天吃到煎饼果子 这香香的味道 让你心灰电脑 原来说唱的鼻祖在这儿啊 香叉要不要 要 鸡蛋要不要 要 我说鸡蛋 你说要 鸡蛋 要 鸡蛋 要 鸡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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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要要要要要 耶 耶 耶 好嗨啊 公子啊 乐是个鸡蛋一共五两元吧 那娘啊 抢签啊 那娘啊 无聊 乐是个鸡蛋 什么 不是你也罚 是我要罚啊 无聊无聊 无聊无聊 你说 为什么是我出啊 你想不想要罚 想罚你就出 好 来 我哥他最近变得特别的孤僻 自打从周府回来以后 他就一直把自己关在那个房间里面 他什么也不跟我说了 也许 他遇到了什么烦心事 我至少可以安慰他呀 队长曾经跟我说过 他见过一种怪病 叫自闭症 就是那种 自闭 沟通上有障碍 不愿与人接触 而且行为举止变得非常刻板 不愿意交流 那不就跟你一样吗 啊 你有自闭症吗 安迪洋 你有自闭症没有啊 嗯 哥 你不要自闭了 你有什么事 就大胆地跟我说呀 也许我能帮你呢 能不骗小孩吗 不是 我跟云儿沟通了一下 你这个病情 最后我们总结发现 你得了自闭症 你才有病呢 哥 你是不是 被龙子虚传染了 对啊 我就是被他传染了 传染的抑郁症 队长 你还有抑郁症啊 靠 这有什么新鲜的 我早上起来还刷牙恶心 干藕 晚上夜尿多 队长 你这不是抑郁症 是盛亏 得治啊 靠 行不行啊 走 跟我出去的 哥 我们去哪儿啊 去赵府 走 贤侄啊 你来得正好 我有急事找你啊 大人 出什么事了吗 暗查司发来通告 白骨一案的真凶土老四 至今没有归案 暗查司责令我们 尽快抓住土老四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啊 大人 您别着急 我已经有线索了 真的 不过大人 我想先见一下庞管家 庞管家 对 我已经将他处死了 这个不知廉耻的东西 什么 你将庞管家处死了 怎么 难道他不应该死吗 大人 我说的线索就是他 庞管家在府中打理 已经十几年了 但我容他 也已经很久了 府中上下都有跟我提过 这个庞管家 在公务上多有不歹 但仕途成性 要不是看在我们是远方亲戚的份上 我早就把他赶出我们周家了 大人 您刚才说庞管家是赌 庞管家虽然在公务上不上心 但在赌桌上 他是一清二楚啊 我听说 好像有一个名册 记着三教九流 欠他的账单 大人 我想问一下 那庞管家的细软账簿 现在还在他的房间里面吗 好像在 请 这就是庞管家的房间 行了 你出去吧 是 你去吧 我去吧 哦 阳老司 我去吧 那机会 你去吧 你去吧 是在可营埋尸现场附近的古塔 图老寺家中 旁管家的房间里面发现的 他们三个怎么长得一模一样 对 这第一个是在古塔附近发现的 我化验了里面的东西 结果让我很意外 里面是不是胭脂 当然不是 那是什么呢 这第二个是在图老寺家发现的 我化验了里面的东西 同样和第一个也是一样的 啊 究竟是什么呢 这第三个胭脂瓶 是在旁管家房中发现的 这里面的东西 让我 周清水 还有三姨太 都产生了幻觉 这里面的东西 同样和前两个里面的东西 也是一模一样的 阿祖 你有没有见过一种叫樱素的画 队长 说的可是阿芙蓉 你应该是 你听说过吗 我看过南帝的一些地方质 里面好像有所提及 看来这樱素 还没有广泛地流传到中原啊 队长 这阿芙蓉有什么蹊跷吗 这三个瓶子里面都含有樱素 也就是 阿芙蓉的提炼物 类似于冰毒 冰毒 这是一种可以让人上瘾的毒药 吃过之后可以让人精神兴奋 和性欲抗尽 导致激动不安和暴力行为 进而会知觉紊乱 产生错觉和幻觉 可是他们有什么联系呢 我们先来说一下图老四 在图老四家中发现这种药物 阿芙 你在庞管家房里发现了账本 这账本上明确记得 这图老四曾经欠过庞管家 很多的赌债 可是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 这图老四并没有给庞管家还债 反而这笔赌债一笔勾销了 我怀疑 这图老四应该用什么东西 来跟庞管家做了交换 用治患药 队长 你是说庞管家的治患药 是图老四抵给他的 我想 这庞管家用的治患药 应该就是图老四交换给他的 这古塔附近留下的毒药 也应该是图老四留下来的 这阿芙蓉在中原地区十分罕见 只有在苗江有少量种植 这商贩将阿芙蓉带到中原地区 价格是十分昂贵的 这就更加奇怪了 这图老四家境贫寒 他从哪儿 能买到这么紧俏的毒药呢 所以只有抓到了图老四 这一切才能真相大白 可惜我们来晚了一步 要不然就可以从庞管家的嘴里 得出治患药的来历 和图老四的踪迹 这图老四嗜赌如命 我想他应该会暗耐不住 阿祖 从明天开始 上上下下 明明暗暗 所有的赌场 我们全部都要查得彻彻底底 一个都不能放过 交给我吧 好 明天一早 我就通知信仰 去各个赌坊排查 最重要的是那些隐藏的赌场 这白骨一案 现在人尽皆知 这图老四就是有再大的胆责 也不敢 这么光明这么大 贤侄 你说我这日子 什么时候就转好了 官复原侄旨可待呀 队长 刚刚收到的请柬 请柬 仅请贤良制造朱斑品味 渤海馒头锦庄 请君明晚饰成 饰成 饰美食节啊 这个是宁国府 好园外家的晚宴 邀请我们三个人前往 好园外 这是巫师不登三宝殿哪 咱们平时也跟他肃无来往吗 不是 咱们就肃无来往了 这晴晴可是好家未来的儿媳妇 你说什么 不是 咱怎么了 仙真 你 你不知道啊 宋晴啊 他跟好家那个少爷 好一风 早就有婚约 谁都知道啊 这门亲事 是我爹娘小时候就定下的 但是嫁给好一风 并非是我的本意 可是你最终还是要嫁给他 可是邱智哥哥 我喜欢跟你在一块儿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 我已经决定跟好家退婚了 真的 我去哪儿 芸儿 你最近清宫大有进步 为师很是欣慰 谢谢师父 知府大人 来来来 您坐 您坐 有请您有请 没事没事 叔叔 咱们什么时候开始试吃啊 我都饿死了 偶尔 不急 不急 杨公子 还请捎带 家妹还未出来见你呢 杨公子 这位就是家妹 单名一个欠子 好欠哪 杨公子久仰大名 小女子这箱有礼了 美女 咱俩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好眼熟 杨公子 这是家妹的卓作 今日幸得杨公子大驾光临寒舍 特以此相赠 还望杨公子夺驾指证啊 别得东黄造化恩 别得东黄造化恩 代消千退自天真 智随毫领花蒸白 一世东黎举返魂 好欠 对 只不过我只是一个搞解剖的 对这些风情雅致不是很懂 阿祖 你觉得这话怎么样 杨公子 家妹的单亲正是受龙兄所指点 龙兄 今日一见 家妹可有掌金啊 自然是有的 颇有大家之风 好 来来来来 行行行行 行行 干 干一杯 好 干一杯 杨贤之啊 是才知府大人跟我谈起了你 那可真是不吝赞赏啊 杨贤之真是前途不可限量啊 我哪是限量啊 我简直就是个绝版 今日老夫设宴请来了知府大人 就是有一事 希望他能做个见证 什么事啊 老夫抑郁将小女许配给杨贤之做妻 不知杨贤之意下如何呀 好啊 好什么好啊 好事儿 好什么事儿啊 家妹的婚事一直悬而未决 在下也觉得杨公子 当是家妹的良人 好 我说老宋啊 就因为你 叫我儿子今天这个案子 明天那个案子 他都没有时间生儿子 我跟你说啊 我们杨家要是没有后啊 都是你的错 不不不 夫人 我也实在没有办法 现如今我身家性命都在贤侄身上了 你死你活 关我屁事儿啊 我要的是孙子 我告诉你 你不要每天都使唤我儿子好吗 我儿子生孩子的事情 你得多上上心啊 那是当然 我对贤侄的关怀那是无为不至 我就跟他亲爹一样 啊 你说什么 你 你谁爹啊 不不不不 那个 你 你是我爹 我要的是孙子孙子 我是你孙子 二老 你们这样为老不尊不好吧 快快快 什么时候这么着急啊 我们查到一家赌方要去向杨大人禀报 这是一个地下赌方 尚未向我们报备 据我内部的县人提供的线索 这个土老寺极有可能现身 对 我看就不用禀报了 我们自己去 队长在厅堂陪老夫人 对 破案看我哥的 抓人看我的 而且我哥最近实在是太忙了 那要不要叫你师父啊 需要的时候他自会出现的 事不宜迟 我们走 要去赌场是吧 你们等会儿我 女儿 这夫人 这个抱孙子的事啊 你不用担心 将来妻妾成群 害怕没孙子吗 这不 前一段时间 宁国府的好员外 就想把他的女儿 嫁给贤侄为妾 你说你瞎操心什么呀 有这么好的事 好员外 愿意把女儿嫁过来呀 那当然了 我跟你说 好员外他们家 可是家大业大 如今想把女儿 嫁给贤侄为妻 那倒是打着灯笼 找不着的好事啊 这都是我 都是我从中撮合 那个叔叔 这件事情吧 我觉得现在为时尚早 要不然 再缓一下 可不容缓 只若现在失踪那么久 小雪又怀不上孩子 老娘都一把年纪了 还能够活多久啊 是啊 活不了多久了 你说什么呢 不不不不 我不是那个意思 您抱孙子这个事 没多久了 鱼儿姑娘 龙公子就这儿 就这儿 听说这地下赌场 鱼龙混杂 怎么样 今儿本姑娘 本姑爷 像不像 有手好闲的赌客呀 像 像 鱼儿姑娘 你这是 哪有女孩子 进赌场的呀 对了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图老四长什么样 给她看一下 嗯 这 这 这也长得太奇怪了 我画的 我根据刘彪和内线的口供 所画的图老四的人像 我听队长说过 之前有一个姓B的画家 叫毕家俗 跟你这个画风很像 毕家俗 可这 这怎么认啊 只能靠这个物子 哎呀 你们几个 在这儿守着就行了 我自己一个人进去 哎 你一个人去啊 放心吧 抓二人的事情 本姑娘最在行 你们协助我就可以了 哎 哎 你小心点啊 来来来来 下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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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哎呦 下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哎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哟 客官 你说完两码 不 爷才不嫌跟你们玩呢 爷啊 要玩就玩大的 我们开始滴手了 我们开始滴手了 赶紧赶紧赶紧 开开开开 开啊 开开 开开 开开开 你想那儿 这老精神 你混蛋 我们开始滴手啊 打 我们来要低手啊 我们来一定低手啊 三 大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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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 孜老四 什么孜老四 别大乱我发财 一下子大大大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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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等等 孜老四 店儿 你们几个干嘛呢 孜老四快追 好 好 赶紧去追呀 站住 站住 别跑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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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撑我弄死你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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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了 别跑 别跑了 给我站住 站住 你给我站住 快跑 站住 站住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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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站住 这回跑不了了吧 你们到底什么人啊 你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 那你为什么要跑啊 难道你们不是官府的人 就不告诉你 别别别别 再动我掐死他 你这样快点动手 别跑 杜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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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恶 又让他给跑了 这次让杜老四跑了 必然是打草惊蛇 再抓他可就拿了 都是因为龙子虚跟着我 不然 我早就抓到杜老四了 阿祖也是破案心切 不怪你 事已至此 时间又比较紧 我们还是全力抓捕头老四了 嗯 加油 听闻杨兄 近日又破了一宗大案 一般大一般大一般大 什么叫一般大 那是特别的大 大大 这个啊 当日在周府 你知道那个周府府上的鬼楼吗 这鬼楼案的告破 都亏了我先知的功劳啊 更别说这还是个暗中案 其中牵扯到周府的小公司 被偷毒一样 你说啊 我还没说完呢 当日在周府 那叫一个有惊无险 多亏了我贤侄 为了追求案件的真相 那一个月黑风高的杀人业 独闯鬼楼 好 杨贤侄啊 真是年少有违才智过人哪 冯儿 爹 你得好好学着点 等他日家妹嫁到杨府 我们杨好两家结为勤进之后 到那时在下在向杨兄讨教不迟 这 来 杨兄 我敬你一杯 好 好 看样子晴儿和杨兄的关系不错呀 小姐 那个杨秋迟到府上来了 所为何事 还不是为了您嫁给他那事啊 那龙公子来了吗 那龙公子来了吗 嗯 没有 好 云儿 你怎么了 好 自从秋迟哥哥见到您娃娃以后 他们两个天天都溺在一起 不知道为什么 我心里总有点难受 师父 你留下来陪我好不好 杀死你师祖的凶手 还没找到 还没找到 等这件事情办完之后 你和秋迟的事 我会替你做出 今日 怎么没见到他 他去好家做客了 我一定好好练功 嗯 Sara 谦 秋迟哥哥 你醒了 这是哪儿啊 我们还在豪府 昨天你和叔父都喝多了 那 昨天你照顾了我一夜啊 嗯 你是好家未过门的儿媳妇 让你来照顾我 他们可真够大方的 秋迟哥哥 你昨天是因为我拒绝了豪家小姐 当然是了 为了你 我可以拒绝任何人 一个前景大小姐算得了什么 你说的是心里话吗 我发誓 要不是心里话 我就是安娣阳 那 那如果我把你骗了呢 你骗我 我希望你早点骗我 把我骗到你那儿去 讨厌 少爷 少爷 宋小姐昨天晚上 在杨秋迟的房间 带了一整夜 这 走 师爷呢 就在那边 你身上怎么那么香啊 我新买的香膏 喜欢呢 好香 贤弟 贤弟 漂亮 你继续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杨老四死了 杨老四死了 杀了杀了杀了 没什么好看的 别动我 回去 别吵了别吵了 好了 都安静点 安静点 大人 什么情况 杨老四胸口中了一刀 我们发现的时候 就已经毙命了 这是谁家 这家 我已经查过了 这是杨老四租的房 他一直隐藏在这个地方 好 好 进去看看 秋迟哥哥 之前我和牙牙 已经做了简单的尸检 说来听听 死者的胸前有一处创伤 是致命伤 窗口是纺锤形 零点九寸 所以胸器应当是 担任道 从图老四的伤口 和这堂血泊 可以判断得出 应该是直击心脏 这么确定 只有刺穿心脏 和大动脉血管等处 引起急性失血 才会造成 这么大面积的血泊 可是现场 并没有任何的打斗痕迹啊 他没有反抗 说明他还没有来得及反抗 这个凶手 稳 准 狠 是一个老手 直击心脏 一击毙命 把你手帕借我一下 哦 这是什么 我们在四处找找 看还有什么没有 哦 女人的血衣 图老四是个好色之徒 所以有女人的衣服 一点也不奇怪 大人 这是找到的图老四的钱袋 里面有四顶银子 四顶银子 嗯 图老四一贫如洗 怎么会有这么多钱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看这伤口是被什么兵器所伤 似乎是皮鞭 皮鞭 从这个伤口来看 这图老司根本就没有进行过反抗 而且这施暴者严格地控制了力度 只是给他带来皮肉之苦 阿祖 你怎么了 没什么 你最近怎么回事啊 总是精神恍惚的 可能是最近睡眠不太好 睡得不好 我看你是见了好歉好小姐之后 就变成这样了吧 我哪有 还害羞了 我哪有 你是只会说一句话吗 我哪 对了 我刚才在现场的时候 找到了一个黑色颗粒 应该是没账 或许是凶手杀人的时候留下的 我们现在得拜托周知府 帮我们排查所有附近的野练作坊 查什么 让野练作坊的人留下职位 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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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随我去知府衙门 怎么又去啊 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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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随我去知府衙门 怎么又去啊 周知府传咱俩 你就跟他说 我现在已经查到了线索 现在正在全力追捕犯人 不不不 贤之 你别跑啊 没你不行 老爷 我还在呢 好不容易抓到凶手 你就让他死了 你这叫我向上面如何交代 那个 大人 我看这白骨案背后一定另有眼情啊 节外生枝啊 关键是这个案子拖的时间太久了 再这么拖下去 你宋之先的官知不保 我这个知府都够呛啊 大人 大人 你 您 您不会的 我上方会不会查万用啊 你不早日破案 我先拿你试问 你就等着坐牢吧 告诉杨秋迟 事不宜迟 早日破案 是是是是是 我这就去告诉 去 什么个情况啊 先生 对不起对不起 这些是周师傅提供的 附近所有冶炼作坊公圈的指纹 对不起 完成的不错嘛 跟你讲 这前四个指印 都是图老四的 我们要做的 只要从最后这两个指印里面 选出其中的一个就行了 看来这任务也不多 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队长 我觉得 你想的可能有点多了 这对比的怎么样啊 我 我 哥 还要比对到什么时候啊 哎 姑奶奶 明天哥哥带你去吃桂花糕好不好 赶紧哪 这个关系到你爸爸的性命 刻不容缓 啊 哥 你是说明天还要比对啊 有有有有有 恐龙妹啊 我跟你说 有的时候呢 人是花了很多的力气 就是为了排除一个错误的选择 但是 这样 可以少走很多的弯路 可以啊 龙子虚现在 先知 你就是我们对比完了以后 又还找不到那个人怎么办呢 咱们宁国府 也连作坊用完的梅渣都怎么处理啊 梅渣 都送去军营的教练场啊 教练场 你个蛋蛋面 这都不懂 这教练场下了雨以后 特别泥泞 梅渣是用来吸水的 驻扎宁国府最精良的军营 那就是锦衣卫的百护所 哎 哎呀受不了了 我要回去休息了 哎 晴儿 哎 哎我也不干了 哎哎哎 鱼鱼鱼鱼鱼 你你你 哎哎 哎哎 宋老爷你 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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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你们两个把没有对比完的 交给龙龙和牙牙弄 你们跟我去百货所一趟 赶紧走啊 哎呀 哎呀 哎呀走走走 哎呀 马大人 不知各位大人有何事 我跟 我们是来查案的 这是证明我们身份的文书 哦 我进去通报一声 请各位大人在此等候 这是营盘出入策 有三十六人外出 十九人阴私 那是三十六个人的指纹 马大人 杨兄弟 你们先比对着 我去一就来 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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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队长 没有相同之闻 马大人 杨兄弟 有什么收获 目前还没有 我们改日再来 好 报告大人 应天府兵队的几位军爷到宁国府做客 让您和百护长前去迎接 也让他们稍后片刻 我待会儿就去 是 那我就不送了 大人 请留步 兄台有何事啊 大人 我想问一下 还有别的军队的人来过我们百护所吗 那倒没有 来的都是京师里面应天府的军爷 还有就是京营 还有亲军护卫的也会过来 他们最近有来过吗 有是有 昨天就走了 是应天府的军爷 一共三个人 那还有别的地方的人在这待过吗 最近是练兵的季节 总共这一个月也就来了两拨人 大人 我想问一下 就是如果他们外出的话 会记录在册吗 杨兄弟说笑了 马大人知道他们都是我的上司 来到这里不属于我管辖 最后走的这拨人哪 住的时间最久 一共啊 住了差不多半个月才走 我觉得啊 他们是来我这儿躲差事来了 马大人 杨兄弟 这就是那个头领邓有禄的房间 他两个手下的名字我没问 不过可以查出来 这个邓有禄 是应天府经营第四位的一个把组 你们先看看 我先告辞一会儿 好 小弟 这军营当中每日打扫 想必都已经换成新的了 不要用手碰任何东西 你们两个在门口等我 这儿不是没什么 还是几个车子 给你帮助那些 分析 还可以做到 什么 不 僕 谁 可能 吗 什么 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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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个蛋蛋面 师父手真软 没事儿 一点儿都不疼 师父 疼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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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迟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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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要 请快 没事儿吧 你没看我练功的 师父咱不理他继续练啊 哎 师父 师父 你没事儿吧 没看我忙着呢 等有路失踪了 秋迟哥哥 我让人熬了岩尔莲子羹 趁着喝吧 我现在去忙 回头再吃啊 我个个蛋蛋面 不好了 我知道 你会儿 在门口的 要呢 他还带上去了 买 咱们 把铅巨颈了 应该是有人通知了邓罗 这大白天呢 点什么蜡烛啊 夫人 一看你的首相 就是大富大贵之人 能伸好几个孙子 那个贤侄 贤侄 好消息 好消息啊 邓友路被抓了 这么快啊 不是案子的事 是好员外答应了 答应什么 哎呀 二儿子呀 他答应啊 让好公子解除婚约 条件呢 就是好小姐跟宋晴啊 一起嫁给你做妾 我 我这么有魅力啊 你看 我儿子听了 肯定高兴吧 这都随我 还不是我当初在酒席上 从中搓 是啊 是啊 那个那个 那个老娘 你可不能随便帮我 答应这桩婚事啊 不是 这件事 我觉得有蹊跷 有什么蹊跷啊 你是不是办案子办多了 这好员外这么有钱的人家 还搭个女儿来害你啊 就是人家家里太有钱有事了 为什么是我呀 这很正常啊 我儿子帅呀 像当年给老娘我提亲的人可多了 踏破门槛我一个都不要 我说咱们以后可是亲家了 谁跟你是亲家 你要是万一有什么事的话 那还不把我们给连累进去了 我真的不能暂时不提案子的事 一提这个事我想死的心都有了 去去去去 儿子 这次你一定得听妈的啊 这两个媳妇 你全都给我娶进门 听到没 儿子 妈都这一把年纪了还没孙子 你什么意思 你说你们老提案子的事 你们又娶媳妇又生孙子 你说我 我呀 你挺抱抱我 我都懂得不行了 我还没有搞清楚 你们家有抱孙子又娶媳妇 这让我怎么办啊 怎么了 怎么了 上次那个果然是个庸医 我今天去检查了 还是没有怀孕 老婆 别生气了 不着急啊 按照我种子的质量来说 这怀生育是迟早的事 听说你要把宋晴 跟好家大小姐迎娶进门 确有此事 可是跟我没关系 是老娘的主意 拉倒吧 我还不知道你 有了就有了呗 我又没说什么 我 不光是吧 我真的没有想过 娶那个 好家大媳妇 那宋晴呢 宋 看来我也是多此一举了 你们杨家传宗借贷的事 又不着我操心了 我这亲妈也当不成 行了吧 我又没说什么 你娶十个八个我都同意 哎呀我我我我 我是人又不是竹马 相公 我好想芷若妹妹 老婆 放心 芷若应该没事的 她早晚一定会回来的 希望她吉人自有天相吧 希望她吉人自有天相吧 龙公子 公子破案多有劳累 我给公子熬了一碗汤 趁热喝吧 谢谢春瑶姑娘 公子不必客气 能够伺候公子 是我的荣幸 如果公子愿意的话 我愿意伺候你一辈子 我愿意伺候你 那个公子 我相信你 我本对你 恐龙都能苦 了 你不愿意伺候我 我愿意伺候你 你也不愿意伺候你 我愿意伺候你 你们 你会 骂 你 我我们 手 你 那 那 那你这是 这好家 无缘无故的厚脸皮 要把晴儿送给我 他们这么轻易地 就同意了退婚 你说他们不图钱 不图力 不图名 天儿 他们到底图什么呀 元二终 身字 字贵 浩文存 阿左 哥 元二 您怎么也在这儿 哥 我 让龙子虚教我读书啊 我师父跟我说 我们这门的武功 本身就是从一招 什么 因狠至极的武林绝学中 演变而来的 叫什么因 什么找 但是过于偏激 为了让心境平和下来 所以呢 我准备多看点圣贤书 哎 对了哥 你来干什么 哦 我找阿左来合计一下 你姐要退婚 这好家想要把好小姐一起嫁给我 我娘想让我把两个一起给娶了 我找阿左来合计一下 哦 好事 好事 阿左 阿左 你说 这好家也是土豪 这好小姐也是白富美 他们为什么非要嫁给我呢 图我什么呀 虽说我长得帅吧 但是 我有什么可让他们图的呢 哼 你得了便宜就卖乖 杨秋迟你欺负人 我要告诉我师父去 哼 哎 哎 是他们欺负我好吧 啊 阿左 咱们继续说啊 你说 我也就是一个 能破案的人吧 嗯 再往后过两年 也就是身为一个公务员 拿着固定工资 这单位也不包吃包住 这孩子以后上学吧 这户口也落不到帝都 你说 他们是不是知道 晴儿不愿意嫁过去 用退婚来表明态度 让我借此 一定要把好欠取吧 阿左 隆总许 你怎么回事啊 你那眼睛跟书都黏到一块了 队长 郝家的事情 你就自己看着办吧 这潭浑水 我没必要烫 请 哎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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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是使呢 神智 神智 怎么了 你也是来催婚的 我 我不是来催婚的 是知父大人催命啊 还有完没完 为了 知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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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迟哥哥要娶泥娃娃了 还要娶好家小姐 泥娃娃 她明明知道我喜欢秋迟哥哥 她还 亏她还是我表姐 好了 月儿 师父会尽力帮你的 别哭了 谢谢师父 没想到这个案件弄得是越来越大了 这邓有禄牵扯京师应天府兵部 京师已经在过问此事了 先知啊 此案非同一般案件 还需要小心谨慎 大人 我觉得此事还没有到大的地步 在邓有禄的住处 发现了被烧毁的文书 我猜 这邓有禄背后一定有隐情 这既然烧毁了 不就跟没有一样吗 我尝试着把它复原吗 贤侄啊 你是发昏了吗 那烧毁的东西怎么可能复原 贤侄啊 如此紧要关头 不可乱开玩笑啊 我没有乱开玩笑 不过 还是要看运气的 你还要看运气的 贤侄 找我咱家一大早来这儿 是有什么事情啊 马哥哥 你 可不可以帮我找一样东西啊 可以啊 我要 甘油 莫不是趁咱家走了 你没事要做煮剂 炸剂 炖剂 大哥 咱们不吓唬扯了行吗 来点实际的 我要白捐 白捐哪 莫不是你和宋姑娘 喜事将近 大哥 你听过谁家办喜事用白捐哪 那红的也可以啊 大哥 我要白的 那红的白的我都给你备上了 好吧 我就要白的你赶紧操办 快快快 我要白捐 白捐 白捐 白的 好好好 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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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BBB 是120吗 我这边有一个神经病患者 赶紧把他带走 他叫马杜 我给你了 他叫马杜 他叫马杜 书 他叫马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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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带走 做手 它尝试 喜事 他叫马杜 人有点 你和马杜 超软 他叫马杜 您是 两个 让我猜一下 这是不是我最爱吃的 张继糕点呢 答对了 我最爱吃了 还是那么好吃 是吧 秋迟哥哥 叔父已经跟我说过了 你怎么看 什么呀 恭喜你 不仅可以娶我 还可以娶我们宁国府的 第一大美人 我可不想娶他 我跟他一点都不熟 那我跟你就很熟吗 那如果我真的跟郝小姐 一块儿进门的话 你看人家 又是宁国府第一大美人 家里又是首富 我呢 我跟你说 我真的跟他一点都不熟 那你打算怎么办 现在时候还不到 我现在 先把你叔叔救出来再说 嗯 其实吧 我心里对你 有一点没底 其实 我对你有点没底 我是怕你会反悔 不会娶我 怎么可能呢 那这样吧 如果你真想娶我的话 入门反正不着急 你得先向我 呃 求婚 求婚 燕弟 马哥哥 能不能再买点东西啊 白军啊 你个蛋蛋面 咱家给你买了一车 哎呀 不是这个 马哥哥 其实我今天找你过来呢 是想问你啊 现在 都是流行怎么纳妾的 咱家的人生 还没到纳妾这个阶段 你们这帮人一点用都没有 关键时刻 给不了任何一点主意 不是 你需要什么主意 你看好哪个 你直接上啊 把人直接给 粗鲁 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这要有什么技术含量啊 不是 那咱家 那 那我问问你 那你们老家都是怎么 拿钱的 我老家 对啊 对啊 我用我们的方法就好了呀 干嘛用你们这些 老掉牙的方法 是吗 那个 你能不能 帮我去买一个 孔明灯 越大越好 最大的那种孔明灯 孔明灯 对了 最大 反正 我就是摆牌上用的 这是办公用品 我回头给你报销 好吧 赶紧去 快去 快去快去 最大的 最大的孔明灯 知道了 谢谢马哥哥 请愿 谁啊 晴儿 是我 秋迟哥哥 这么晚有事吗 晴儿 咱们两个 出去散散步好不好 好 不是 静儿 你愿意嫁给我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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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你看 师父 你还在为师祖的事情担心吗 明天就是你师祖的忌日了 记得小时候每逢过节 你师祖 也会带着我这样放孔明灯 师父 你不要担心 秋迟哥哥不是说过吗 要帮你找到杀死师祖的凶手 秋迟哥哥办案 你又不是没有见过 秋迟哥哥一定会帮你找到真凶的 好 死马当活马医吗 试一试 秋迟哥哥 师父找你 好 知道了 秋迟哥哥 师父找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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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新帝继位朝政不稳 都想急于杀死前朝太子建文 师父 却是觉得太子无辜被迫害 便动了侠义之心 一直在建文帝身边暗中保护 危难时刻出手相助 击死准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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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动 别我杀了他们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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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祖 走 不能反 为什么不能反 当今天下只有建文帝才能 赌定乾坤 夺定天下 对 说得对 对 必须得反对 必须得反对 就反对 必须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在乎 那帮建文鱼党 竟想要我师父出山 助他们谋反 可是师父看到百姓们都安居乐业 便劝他们 以天下苍生为重 于是 便委婉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可谁知 那帮狗贼 竟然趁着师父闭关修炼 属于防范之时 偷袭围攻我师父 都怪我 明明知道师父闭关修炼之时 身边不能无人守护 可我还是中了他们的诡计 没能保护好师父 师父 师父的武功这么卓越 怎么还可能被人杀害呢 师父闭关修炼 功力正处于最虚弱的时候 凶手却趁机而入 用毒针暗算了师父 师父中毒 功力便更减了 最后 凶手竟然用 最阴毒的九阴白骨爪 杀害了师父 九阴白骨爪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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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根银针 可不可以让我先收了 我想化验它 师父 听说这九阴白骨爪 不是一种特别难练的武功吗 至少 当今武林 我还不知道 谁还会这门功夫 这门武功阴险毒辣 师父曾经一再告诫过我和师姐 不能练此武功 还有 您不是说一直有一位师伯吗 那师祖出世的时候 师伯在哪儿 你师伯须已 当时下山去置办东西了 可是没想到 他回来的时候 师父却已经 他回来了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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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神队 你就别再想着那妾的事了 师祖的事情 就交给你了 师祖这个案件 有很多疑点 师父 我要是还想了解什么情况的话 可不可以单独见你啊 不用单独见我 有情况随时告诉我 不过我等不了很久 师父 可是破案就跟泡妞是一个道理啊 得一步一步的来啊 泡妞 封面 在这里 封面 看 半个月 来 С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是还原邓有禄处的信件 谋反 邓有禄是建文的人 邓有禄他们准备密谋 在五天之后 贤妃外出还原之时 劫持了贤妃 利用苗疆蛊惑之术 蛊惑贤妃 让贤妃回京之后 杀了皇上 那他为什么要杀土老四啊 因为土老四的致幻剂 很有可能就来自于苗疆 也就是说 那很有可能就是苗疆的蛊惑之术 这土老四的致幻药已经暴露了 那邓有禄一定会杀人灭口 而且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 这土老四应该就是建文于党的成员 想不到这个案子 竟然查出了一个惊天大阴谋 赶紧飞鸽传书 锦衣卫指挥室 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个蛋蛋 别 发生什么事了 阿祖 你们这儿的通信手段 到底可靠不可靠 什么手段 就是飞鸽传书啊 这信号到底好还是不好啊 你们这古人真是麻烦 在我们那儿一个微信 啪 就出去了 微信 微信 意思就是说做人要有微信 队长 那你就放心吧 经过历朝历代的实践证明呢 飞鸽传书绝对安全可靠 使命必达 这快递就是这么来的 那应该叫做飞鸽快递 向哥 我给你炖了十千大补汤 最近你工作太辛苦了 给你补补 这么好啊 好喝吗 真的还不错啊 阿福你要不要尝尝 不吃了 我吃素 这味道这么好 是不是把咱们家的老母鸡给加了 我才舍不得呢 我还指着那老母鸡给我下蛋呢 这是鸽子汤 鸽子 哪儿来的鸽子 我在门口想树林儿捡的 不知道什么人设下来的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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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 这 这个好像是今天早上 我放的那只鸽子 靠 你们这儿的通信手段 这么不可靠啊 这不是 遇到了好猎手了吗 气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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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样 明天早上 您家马多还有其他人 咱们再去一趟宁国府 再喝点吧 看来她们已经知道了我们的计划 这个杨秋迟果然不简单 那现在怎么办 邓有路呢 自咱们的人通知她逃跑后 至今没有露面 看来要提前实施我们的计划了 这个杨秋迟始终是个祸害 行动之前 一定要找机会除掉她 提前也没给她 这种行动 你得看小esta 别闻呀 我会让你保证 我会让你保证 我说你保证 我会远嫌 你不想保证 我来吧 就是有点乱 没事 等我从宁国府回来 我们就订婚 泥娃娃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们还在这儿 轻轻握握的 鱼儿我没有 我没有 泥娃娃 你知道案子的重要性 如果不破 不管我爹要领罪 你也逃不掉的 泥娃娃 如果你想要嫁给我哥哥 我要在这个时候 我 清儿 清儿 云儿 怎么跟你表姐说话呢 你吼我 你真的打算 那送秦为亲 是 你知不知道云儿她喜欢你 师父 云儿她是我妹妹 我只把她当妹妹 你别忘了 你还有一个小妾 至今下落不明 师父 我 我对你那些男男女女的事情 不感兴趣 我只怕你别忘了 当初答应过我 要帮我找到杀害师祖的真凶 现在 还有一点没弄清楚 你好自为之吧 我们给辖 throat 我们也别忘了 一些小妖子 incremental 再买 JW 你别忘了 叫我 拿一下 搞给摇动 는 干什么都点呗 怎么了 哥 晴儿被人抓走了 什么 你个蛋蛋面 这是她在屋子里面留下的 今带走尊驾心上人 望好自为之 好像抓走晴儿的这个人 更抓走趾若的是一个人 谁要是敢对我晴儿姐姐怎么样 我就跟她拼了 出什么事了 晴儿被人抓走了 好像抓走晴儿的 更抓走趾若的是一个人 怎么办 师父 怎么办呀 我对晴儿姐姐说话严重了 可是我不想她出事啊 贤弟 那咱们是去宁国府 还是去找宋秦啊 这个人就是一个死变态 别让我抓住他 我抓住他 一定把他碎尸万端 万端 那你也得有这个本事 怎么办啊 队长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根据我的推测 晴儿现在应该不会有什么大事 我们首要的 还是应该去宁国府 四队成员 是 是 加上边外人员马杜 我们立刻赶往宁国府 驾 驾 他 你 给你 你 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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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他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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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割杀无论 阵长 阵长 你没事吧 阵长 你没事吧 快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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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这 这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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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彩哥 找到我哥了吗 没有 马叔叔 你呢 没有 怎么办啊 现在盲目寻找无意 我们还是先赶去宁国府吧 秀才说得对 谋反势大呀 不行 我要去找我哥 语妹 你想想 如果抓走队长的人 他想要加害于队长 那简直易如反掌 他武功高强 就算我们找到队长 我们也救不出他 我们还是先赶去宁国府 找锦衣卫帮忙 你是谁 你醒了 你要干嘛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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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你对我最好 每次大难临头的时候 都是你救我 把这个服下 师父 我现在应该没什么大事了 你赶紧把我送回去吧 你写两封修书 我就放你回去 修书 将秦旨若 还有宋秦都修掉 为什么 然后迎娶云儿 是 师父 你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 云儿是我的妹妹 这不是让我乱伦吗 你要是做不到 那就准备在这儿待一辈子吧 师父 你真的赶紧把我送回去吧 我现在要写信给贤妃 他们要挟持她 师父 师父 去吧 啊 你 你若是不想伤口裂开 就最好不要乱动 师父 你还是关心我的 师父 我问你个问题 晴儿 和芷若 是不是都是被你绑走的 如果不能让云儿 成为你唯一的结发之妻 你就休想再见到宋晴和秦芷若 我都跟你讲过了 云儿是我的妹妹 我跟她这样子算是乱伦 如果她是我的师姐的话 那也顶多是个姐弟恋 对 可是 还是师徒练比较好吗 逆徒 你说什么 我 我没说什么 少废话 你的时间不多了 我等不了你那么久 不然你就休想走出这里 我查出师祖的线索了 什么 师父 你是不是一直怀疑 因为师祖是被剑文鱼党所害 师祖跟剑文鱼党瓜葛已久 除了剑文鱼党 师祖没有别的敌人 你 有没有怀疑过师伯 荒唐 怎么可能会是师姐 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你不要胡说 师父 我知道你跟师伯关系好 可是你要先回答我几个问题 师祖在闭关的时候 一般人进得去吗 密室里面有机关 除了师父 师姐 还有我 别人很难进去 这密室机关 只有你们三个人进得去 这大门 也不是炸药爆炸所致 是自己开启进去的 那除了你跟师伯还有谁 当然 这不足以证明师伯有嫌疑 我再问你 还有谁知道 师祖七年闭关修炼 是武功最低弱的时候 当然还有师姐 这也不能够怀疑 师伯有嫌疑 我再问你 师祖和师伯的关系怎么样 师父确实更偏爱于我 师姐也为此和师父发生过争执 可是 这绝不会成为师姐 杀死师父的理由啊 但起码具备了 师伯杀死师祖的动机 你说过 师祖是被九阴白骨爪所害的是吗 对 我查过师父的伤势 不过凶手的九阴白骨爪出血炸裂 且功力不纯 虽然只能伸进四指 可足以致命 我已化验过师祖的血液 上面有两种血迹 一个是来自于师祖 另外一个是来自于凶手 这凶手一看就是刚学九阴白骨爪 内力不足 才会伤到了自己 师伯 会九阴白骨爪吗 这门功夫 就只有师父会 我见他练过 这武功 确实是一门武林绝学 但也也很毒辣 师父 从来没有传过我和师姐 所以 凶手更不可能会是师姐 那有武功秘籍吗 没有 除非是 除非 是在师祖练功的时候 有人偷偷学了去 你是说师姐 这一切都是猜测 不过有一点我实在没有想明白 师祖 就算是闭关修炼 武功载弱 也是绝顶高手 一般人是很难伤到他的 你的意思是 除非 除非 这个人 让师祖没有防备 这个人 一定是跟师祖 关系非常亲近 我化验了师祖中的毒针 融入水中 颜色 变成了黑绿色 黑绿色 难道 这银镇上的毒药 是黑毒草 是的 我让阿祖查过 这黑毒草 是剧毒 来自于苗疆 的确是这样 师伯 是从哪儿来 我从小就跟着师父 情同母女 而师姐 的确是师父后来 去苗疆的时候 才收下的弟子 师伯既然来自于苗疆 那他对这黑毒草 一定非常的熟悉 可是 那些引开我的黑衣人 应该如何解释 那些自然是凶手的帮凶 这些我还不是很明白 可是 怀疑师伯 我有理有据 你个蛋蛋面 咱家都已经到了宁国府了 你俩人哪 马哥哥 我们俩可以 咱这两匹马 已经不行了 要不然 我们继续赶路吧 这天色已晚 要不咱们结束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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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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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我没有钱了 吃肯定机就行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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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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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昨晚对我做了什么 我不知道 出事 他当然什么都不知道了 师父 原来一直都有人在 谁 给我出来 师徒二人春宵一刻值千金哪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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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